現在要教的是明星養成之毛巾消水腫操 人體為什麼會有水腫 因為脊椎有很多的線體 因為平常都不運動都塞住了 所以身體毒素排不出去 營養進不來 所以都腫在一起了 我們今天通過簡單的毛巾操 輕鬆讓大家做鍛鍊 讓你的脊椎像毛巾一樣 把髒東西給擰掉 讓我們乾淨的東西可以進到身體裡面來 可以自體循環 那首先呢我們要準備一條毛巾 然後雙手握在毛巾的兩側 平舉在肩膀的兩側 好這時候吸氣準備 好我們要準備做第一個運動喔 那輕吐氣的時候 往身體的另外一個方向扭轉 記得轉的位置最後的終點是 手肘要對到你的下巴 下巴要對在正前方 好這時候要把氣給吐乾淨 所以大家要注意喔 核心的肌群的位置 腹部還有腰部的位置 都要保持非常穩定住喔 把你的意念全部停留在你後面的32顆的 脊椎珍珠上面 好慢慢的再吸氣回來 輕吐氣做完左邊做右邊 做完右邊做左邊 也是扭轉下巴一直要看在前面 這個運動結合了皮拉提斯 還有核心訓練 那也是一樣輕吐完氣以後 把意念全部停留在脊椎上面 讓你的血液去幫你的脊椎 還有你的腺體做一些按摩的動作 然後呢第二個動作是讓你的身體呢 是要緩緩地沉浸下來才會有效果 首先雙手先舉高過頂 好吸氣準備記得腹部呢 要保持緊縮的要撐住喔 下一個動作呢 我們往左或右輕推出去 要斜前15度 大家注意看喔 他的腰部的位置已經開始在顫抖了 然後呢腹部是要非常穩定的囉 吐15秒到30秒 如果沒有氣的話吸氣回正 然後換另外一邊 輕吐氣 記得是穩定你的腰部的位置 腹部要把它縮好喔 記得把意念全部停留在腰跟腹部 還有骨盆上面 這樣可以輕易消水腫 好另外呢我們 也可以往前面做做下背的位置喔 所以說我們也是雙手也是舉高 吸氣準備 由腰椎到胸椎 到頸椎一節節的彎下去 對 好 往前推 好 如果 氣吐完了 再一節節緩慢的上來 非常的好 記得是要非常穩定的喔 這就是完成我們今天的 消水腫骨盆操的S曲線的訓練 現在是魔鬼曲線 我們消水腫操 消下半身的 那透過一條簡單的毛巾呢 就可以輕鬆來鍛鍊 首先啊現在準備一條毛巾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將毛巾呢 扣在自己的一小的膝蓋上面 這時候先穩定的站好 腹部記得要縮好 吸氣準備 首先第一個動作呢 我們先把它前提就好了 膝蓋提到腰間的位置 腰肌的位置 好 這個時候是第一個動作 好 第二個動作我們就 我們就緩慢的吸氣回來 放下來 好 第三個動作呢 我們往側邊 提起來 側邊 提起來 對也是在腰肌的位置 輕吐氣 好 再回到第一個動作的位置 放下來 很簡單 就是我們的毛巾消水腫操 也是三到五足 可以做八到十二次 大家輕鬆做 可以幫助你的臀部 還有幫助你的腿部 比較緊實 還有腰間也都比較緊實